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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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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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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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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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会少出很多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面 因为Vino它不是一个运算软件 你们记清楚这个 然后中间的地方对吧 一个两个一个倒角一个圆角 好不反正这么细气 其实还看不清了 说实话 然后这个肯定我觉得0.2好吧 这个0.2一个小圆角 然后我们再来倒一个小三角 按一下再倒一个0.2对吧 一个小倒角 然后这么一看 对是不是有点质量 因为这种细细的 这种感觉很高级是吧 就这种精致感 然后这些的反正都行 里面还有一个大倒角 对吧 大倒角没问题 我们也来倒一下 然后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像这个面干净的 对吧 我也要实验 说实话 这不骗你们 好 这个是0.2的 但是呢 我们刚刚没有选择 然后选一下 对 你看到这里选择2了吧 对吧 哎 你看倒不出来的 没错的 Sony Watch还是可以怎么做 但Wino真的没有办法 如果是倒1了刚刚好 可以 但是有时候是不可以的 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也可以 但是你看面 它就是没那么干净 我们环游一下 我们试一下1.1 就是说 这个高度是1吗 我们试一下1.1 可不可以 正常应该是不可以了 因为这个版本 因为Wino也在更新 也在更新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优化过处理 超一点点可以 我既然试的时候 好像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 好的不行了 只要超市这个高度数字 它就不行 因为这个高度我们定书是1了 这个就是Wino的一个倒角限制 就在这里 所以说你们 画1的高度 不要给我倒一个1.5的角 所以说就会导致 这个面没法没办法在一起 即使1其实有时候也很悬 你看1也不知道 再来一遍 Enter 对可以 就是说1已经有点有点悬了 如果你不见有多一点这种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是ok了 好 我们继续画第二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先把外围环给画了 好不 外围这个环画了 那就一样把实力工具 这个是不是简单 很多比起上一个 对 因为这个主要是画些不同的款 我是这么想的 你们怎么想 告诉我一下 那个一样 那个刚空气源大工具 对吧 我们就用右边的这个 虽然其实左边画法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这个画法反正有很多种 你们喜欢都行 那这个中心开始两个大格子 然后再来我们来个2 两小格 两小格以后我们来个高度 我们回去FunchView那边 5格 可以吧 大概这样子 然后左边这个先弄掉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好像反正我也看不出哪个高哪个低了 反正就先设定它是一样高 好吧 然后下面那个是不是多出来了 对 多出来 我们画法有两种 就把这个去掉 一个方法是这样子 5格 反正就是12345 对吧 5格 然后我们该把这个去掉 对吧 这样子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子剪 先选一下这个剪辑工具 1右键 2右键 剪对吧 可以吧 但是有什么问题 对 刚刚讲过的 我们要把它炸开 就是说整个面的完整性的一个问题 那就说我们要这样子把底炸开 把底面挪上去 看到挪上去了 往里面挪 然后这时候我们怎么样 拉上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那个变形工具 变形工具以后 我们这时候选 最好是选这个 因为这个是我们是一个1D的 就是单面的 如果是2D的 对吧 就线性的 如果2D的话 如果是一个平面 我们就换成一个平面的 对吧 好 我们就先到底 然后往上一拉 对吧 Court 对吧 你看就OK了 对吧 然后这时候其实它面完整 非常的完整 对吧 一样 然后我们这样回去 你看好像出来一个大半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面啊 还是平原的 没有关系 好 那一样 我们画一个圆形呗 画一个 那在中间吗 对吧 在中间 那我们就 这个地方呗 对吧 meet 我们可能画一个差不多的吧 那就这样子呗 跟它一个平的 好吧 平的好的 然后就两格吧 好吧 两格 然后要推出一点吗 呃 好 要推出一个啊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下 再来画一个一个小一点的 对吧 那我们这次是怎么样 贯穿的 那贯穿的怎么样呢 这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并集或剪辑什么的 我们把最细的给先给画了 呃 为什么呢 等会你们就知道 我怕你们要改 呃 这样子 然后再拉到极限 呃 这样子 对吧 那这个穿进去的 所以说我们要剪掉是哪两块 对中间这两块 那这个长度差进去多少随便啊 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是我们把它组合 对吧 组合以后 呃 我们先按一下 Ctrl C Ctrl C以后 然后怎么样 呃 环境阵列 嗯 环境阵列一下 然后中心点 肯定选这里了 记得技能结构画一点画图 那你看这是OK 对吧 通常我是这么做的 这个画完了 对吧 放到一边左边 然后右边这个 然后这个是怎么样 这时候右边就是 其实就是跟Sonyverse的做法一样 我们自己有半个步骤 然后呢 但是不把它做完 然后就把这个留到后面改 也就是说这时候我这样子 我再Ctrl C一下 其实刚刚那下Ctrl C是怕你们做错了 因为有时候我做事情非常稳定 然后这时候选这两个中间和外间 然后 剪掉 剪掉以后 Ctrl V 你看这个出来了 也可以就说 刚刚不Ctrl C 为什么这里还有个原型 你也可以是说 这时候再来环境 真的也可以没有问题的 或者你可以先把 1和2 就当然没有这5个 这个单个的全群组完剪掉 反正多这个对你的文件没有任何影响 你也可以这样子做 都行都行 没有硬性要求 反正建模这个东西能建出来就好了 就是不用说什么高不高级 低不低级 建出来的才是硬道理 对不对 这时候再来下来 再这个对吧 反正就一样5个 你看就可以了 反正基本上不会错了 因为只有中间这个键 再下来解主 因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完全形状 那这个就我们就留底用的 我通常是这么画 就因为怕改 当然有些你们上班以后吧 有些很无量上市 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不管怎么样都得你改 但这个不是我说的普遍的情况 然后这时候并级对吧 然后再这样子 我们可不可这4个就这样子分开 它是分开几个键 然后再并级了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不要把它弄在一起 变成一个整体就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指尖陀螺 应该画的是一件我们画完 你看这里面的一些对吧 我们也有哎呀这好的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了 对的忘记看了 这个是刚刚还有一个平面的 也就是说它是根源 它其实是平的 这时候看它不是按照这个曲面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删掉 这时候这个没想到真的能用 这真的没有 我当时想真的是直接画好就可以了 真的真不骗你们 你看这时候我们左边就不要了 然后出这时候记得你的手要放在 左手是放在什么部分了 Ctrl C的部分 而不是Ctrl S为什么储存 因为C65真的有时候不太稳定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反正我是有了 然后这时候把三个给打关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说让它刚刚好对吧 刚刚好这样子在这个平面上面 然后这时候你发现 哎呦刚刚那个不见 没事按一下Ctrl C 所以Ctrl再按Ctrl C 还原回去对吧 再按Ctrl V 哎你看对 是的可以这样子了 它不会它就是说独立 就是那个什么记忆的话 步骤记忆 它是独立出来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很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剪 我先把这块给剪掉 哎不好意思点错了 啊OK 那你看对就这个了 当然有尼克隆 尼克隆的稍微就往外一点了 可以啊 我稍微往外一点啊 往外一点 哎这时候记得把三个给打开起来啊 那你看这就OK了 我们这个元件就好了 所以说这时候该做什么了 就是呃 该做什么很清楚吗 对吧 呃 好的 这个整个突出来了 其实刚刚那步有点多余 真的呃 呃 或者我们这样子 呃 对 所以说还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还原一 就是这时候这样子 把这个多的拉过去 然后再说环境正面对吧 所以说你们记得每一次弄 记得有一个那个 只要你确定 你会改 你就留一个这个 怎么我 我通常叫他那个什么masterpiece 如果呃你确定你不用改的 那就不用管他啊 大概是这样子 通常呃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就基本上记得 就是说犀牛他曾经快 所以说你记得要留好自己的一个步骤 那这时候上下这个control v 哎好的 哎傻了 没事没事 我们再那个拉一下行 然后这样子这个就完成了 其实呃啊 好了 这个样啊 把这个gind snap就三个给关掉一下 稍微拉高一点 哎 你看这个就差不多了 就这样子了啊 然后这个的话 那我们在环境阵列其实就完成了 就环境一次 我就那个随便给你们环境一下吧 咦这个好的 那多了一个没关系啊 多了一个 然后就环境阵列一下 找一下终点 ok了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ok了ok了 那就说啊 基本上就这样子 呃 所以说其实很简单 画这种简单形状 呃 我想一想下周画什么了 然后再看吧 呃下周可能我会慢慢这样子 像这样 这里是一个零件吗 对吧 可能我们把这个group了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两个三个 我们可能就慢慢 我会增加那个零件 慢慢会转化一些电子产品 但现在你们先把这些基础的 基本的简单形状 画顺了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些比较复杂的 但不要先想着画曲面 因为曲面真的 呃 很少用得上 说实话 即使你真的做产品也很少用 如果而且它修改率又高 所以很少会真的就完全画曲面 反而工程师画曲面机会比较多 呃 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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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